在纽约市吸烟人数的比例 有逐年下降的趋势 但是亚裔吸烟人数却无端上升 根据纽约市卫生局的资料 每四个亚裔男性就有一个吸烟 抽烟基本上可以对人的各个部分都造成损坏 首先抽烟能够造成癌症 特别是肺癌 另外一个抽烟是冠心病 心肌梗塞的主要的危险因素 第三个抽烟能够引起慢性肺部的疾病 比如说慢性阻塞性的肺气肿 哮喘等等 2000年至2014年 纽约华人患肺癌的人数增加了七成 二手烟是这个人他本身不抽烟 但是他周围的人抽烟 他吸了周围的人吐出的烟 也能够造成肺癌 心肌的梗塞 脑梗塞 如果你抽烟 你的家属 比如说你的孩子 你的妻子 甚至是孕妇 或者是你的父母亲吸到二手烟 这对他们都是有损害的 吸烟危害健康 为什么亚裔的吸烟人士不断增加 首先一个就是亚裔男性当中的新移民很多 他们工作压力 还有生活压力比较大 他们有的时候靠吸烟来缓解这种紧张的这种压力 还有紧张的这种焦虑的这种情绪 在亚裔的这种文化当中 抽烟好像是social的一个部分 有的时候你周围的同事吸烟 你也会跟着来吸烟 有很多人从事建筑业和还有这个餐馆 还有很多人都在餐馆工作 因为在这个环境里面工作呢 因为他们工作的时间比较长 休息的时间比较短 所以有很多在这个行业工作的人呢 他们吸烟的比例是比较高的 黄先生你好 你抽烟是吧 一天抽多少只啊 大概就四只 四只是吧 那也算比较多的 如果你戒烟了呢 那么你这方面的发病率呢 就会这个明显的下降 这个对你的生活质量 对你进口的健康都是很有帮助的 对于他身边的人呢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他的小孩 他的妻子 他的父母可能都在吸他的二手烟 这个损害也是很大的 如果他停止吸烟的话呢 他家庭的这个健康状况也会提高 首先呢一个是他们对尼古丁产生的依赖 当他们停止抽烟的时候呢 他们就会 他们感到很不舒服 全身都觉得不舒服 感到很焦虑 体重也会增加 他们有些人呢很难接受这一点 其实看他们自己的意志力是比较难的 要社区的资源 要医生 要他的家人都来提供帮助 通常来说呢 我们就是首先跟那个病人先聊一下天 然后看看他们为什么想要戒烟 因为想要戒烟这个原因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是帮助他们 鼓励他们戒烟 我们跟他聊完之后看看他那个戒烟 以前的那个历史是怎么样 然后看看他们以前有没有用过那些戒烟贴 或者是戒烟口香糖的 如果说他们没用过 或者说他们跟我说 以前有用过而且有效的话 我会就是把那个戒烟的那个戒烟贴 或者是戒烟口香糖 然后再介绍给他们一次 因为我们诊所呢 是可以免费给他们的 然后我会教一下他们是怎么用啊 有什么副作用啊 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然后我们会帮他们做一个戒烟的计划 然后就是让他们早一天 休息的那一天 看看等到自己家里的烟抽完了 把家里的那个大火戒烟灰港丢掉 然后呢 就在那一天作为那个戒烟日 然后开始用那个戒烟贴 或者是戒烟口香糖 然后从那一天开始试一下不抽烟 戒烟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过程 有的时候要有多次的尝试 最好不要放弃 戒烟虽难你能做到 现在就致电戒烟专线 王嘉莲社区医疗中心 212-966-0461 华语戒烟专线 1800-838-8917 戒烟 M 1967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